HELLO,我是KK,歡迎大家收看這禮拜的KISS一把招,KISS Radio的西洋發售榜最新榜單前五名的揭曉。 第五名上禮拜第七名,就是Kevin Harris跟Sam Smith混合作的新歌,叫做Promises。 Kevin Harris曾在2013年到2015年,連續三年獲得富比式全球DJ吸金榜的冠軍。 他的高富帥形象也是很多的眼鏡、手錶跟內衣等時尚名牌的代言人。 電影金桶Kevin Harris對於電影文化、高敏銳度所創造出來的作品,完全讓全球排行榜以及各大小舞池淪陷。 就連重要的獎項也是拿到手軟哦,從葛萊美、全美音樂獎、MTV音樂獎到青少年直選等懸殊入袋。 那麼就在全音音樂獎當中,他更入圍了11次之多。 來到本週,西洋發照榜的第四名。 在BB Rexha,他的最新大碟《璀璨前程》裡面,這首歌曲讓所有樂迷的耳朵為之一開,風格大逆轉。 就是Man to be,這首歌邀請了鄉村冠軍天團Florida Georgia Line來辦唱。 不只空降Bill O'Bot鄉村榜的冠軍,更驚人的蟬聯榜首42個禮拜,打破榜史雙紀錄,成為第一位空降鄉村榜首以及停留榜首最久的女藝人。 那麼百大單曲榜也拿下了亞軍。 全球串流加總狂破十億門檻。 也獲得了2018年Bill O'Bot音樂獎熱門鄉村歌曲的入圍肯定。 BB Rexha,所以站前程裡面的歌曲《Manned to b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o won't you out? 好的,來到本週的夕陽榜第三名。 今年21歲的挪威DJ Alan Walker,他從小就對電子音樂展現極高的天分。 在2012年到2015年之間,他不斷地在YouTube發表了作品,終於在2015年跟唱片公司簽約發片。 充滿迷幻影色彩的Alan Walker,獨特的節奏跟鮮明的編曲方式, 看似熟悉,但是卻有讓人捉摸不定的風格。 是繼Avichi之後最令人期待的年輕DJ之一。 Dark Side這首歌曲在Kiss Radio夕陽榜上拿下三週的冠軍。 這禮拜排名第三名。 來到本週西洋榜第二名,他是上禮拜的冠軍。 出生於美國密西根州的Buzzi。 在他17歲那一年,前往美國最知名的音樂製作聖地洛杉磯,完成他的高中學業,並且開始學習音樂製作技術。 一開始Buzzi 跟 Shawn Mendes 一樣在網路上獲得大量追蹤。 2016年開始,他連續發表了四首歌曲。 一直到2017年,他推出單曲 My,瞬間讓他成為家喻戶曉的歌手。 而這首最新單曲是Buzzi 跟 Camila Cabello 合作的 Beautiful 本週第二名。 這個Buzzi 更厲害。 接下來,KKGK要公布的是KISS Radio 西洋榜本週的冠軍單曲。 fez 2008 年,成居於 Las Vegas 的迷幻樂團,Imagine Dragons. 2018 年,他最新的單曲 & Natural。 Imagine Dragons出道至今 转转不到十年的时间 就以两张专辑 Nine Visions 跟Smoke and Mirals 创下全球三千万的单曲 八百万的专辑 超级的销量 还拿下葛兰美奖 年度最佳 摇滚演出的最高荣誉 接着我们就来欣赏 这礼拜的西洋榜冠军单曲 Imagine Dragons的 Natural 以上就是这礼拜的西洋榜 前五名的榜单 谢谢您收看 这礼拜的Kiss一榜照 我是KK 也欢迎大家 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九点钟 锁定Kiss Radio频道 收听最新的西洋发射榜 前二十名榜单 拜拜